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指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都说台湾盛产明星 这跟台湾以前的歌唱 或者选秀类的节目 有很大的关系 台湾第一美女 这个称谓是众多明星力争的头衔 大家首先想到的第一美女 不是肖强 就是林志玲 但也有一部分认为 跟肖强同时期的女星中 有一位论美貌和才气 并不输肖强 那就是能跟肖强齐名 并且有美魔女之称的图善妮 脸蛋交好 演技精湛的她 曾在80年代掀起过收视狂潮 图善妮21岁 接下人生首顾处女作《环军明珠》 饰演方奈梅 开启她近33年的演艺生涯 曾演出《掌观好》 《黄飞红》与十三姨及《花》系列等 是90年代的一线演员 图善妮1966年2月14日出生于台湾桃园县中立市 一度可以保送文化大学戏剧系 但后来依从母亲的建议去念了政战学校 入伍当天竟只带了回家的车钱和简单的行囊 一脚踏入军营大门 在入伍短短的三四个月中 图善妮也遇到了她的初恋情人 图善妮回忆说 交往过程她早就不清楚了 只记得初恋男友帮她拍过很多照片 军营生活虽然愉快 但图善妮仅在学校七个月就办理休学 之后图善妮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 完成了东吴大学的学业 大学时代因制作人让她去摄影棚里卖英文教材 刚好一位特别来宾无法赶到 于是制作人临时找她上阵 她参加台式强棒出击录影踏入演艺界 1987年底 因朋友将她的一份自传交给制作公司 因此她被制作公司看赏 她才获得在戏剧处女作 台式连续剧《环军明珠》中的角色 90年代她的都市剧造型口碑出奇的好 当时粉丝公认她美得挑不出缺点 颜值碾压林青霞 王祖贤 图善妮在《七霞五亿之双书院》中饰演的苏洪 一身白沙 清清雅雅 一股子不识人间烟火的飘逸味 手起刀落 杀人都杀得那么诗意 看愣了白玉堂 也看愣了观众 她凭借此角色红遍台湾 成为八点档一线女星 她在接受主持人专访时 特别谈起对演戏情有独钟的原因 我小时候可以不做功课 但一定要看八点档 之后她与刘希敏合作的《深归梦女情》 剧中她长发飘飘 与刘希敏情真异切 剧中她为了生下孩子 最后出血不止 离开了人世 这个结局让无数人感觉到惋惜 同时电视剧《希望之歌》 黄飞红与《十三宜》中 都有她的出现 她似乎天生是作演员的料 1995年 她的危险关系让众人追捧 这是个现代家庭剧 当时的主题曲是 梅艳芳的《女人花》 剧中讲述了图善依扮演的 江美如的婚姻 经常被闺蜜迫害 同时一边是孩子 一边是自己热爱的记者工作 这两者江美如都无法割舍的故事 图善丽的短发造型 也是超级漂亮 很有气质 1999年 她在雍正小蝶年庚瑶 扮演小蝶和小凤两个人物 剧中雍正和年庚瑶 爱她爱到死去活来 她将在妓院长大的小凤的温柔 和可怜演绎的零零尽致 又将小蝶的善良 与隐忍演绎的入目三分 剧中她侠女造型 妃子造型都很漂亮 对于外界盛传 图善妮剧演妈妈或太太的角色 她在节目中澄清 不是不演 而是因为男女主角 通常都需要外形不错的人来演妈妈 那种角色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太认同的角色 就不太会去接 图善妮强调 这是对自己演出的一个基本要求 身为90年代当红的女演员 图善妮几乎每天都要熬夜拍戏 长期下来健康亮红灯 有一次她拍到一半 突然手上的刀子掉了下来 然后手也掉下来了 左手忽然间没有知觉 整个麻掉了 后来又因心脏疾病开刀 得了甲状腺技能抗进 决定淡出演艺圈 旅居加拿大调养身体 当她正大红大紫之际 却依然吸引 她坦言 其实是对长期熬夜不正常的工作形态 蛮厌倦 加上找我的戏角色都不喜欢 总觉得有点瓶颈 结果这一休息沉淀 一晃就是十多年 她不但饱受疾病与事业瓶颈的折磨 情路也宛如戏剧般狗血不顺利 她曾经有一段短暂的婚姻 图善妮32岁那年 邂逅离过婚的编剧李长明 交往一个多月 赴门闪婚 结果不到一年就离婚 当时引起外界哗然 多年后图善妮在节目中 透露闪婚闪离的原因 她表示前夫有移民的问题 所以没有结婚的打算 但男方提议先试婚 如果不合适再撤掉 没想到被媒体发现 只好正式结婚 并在中国台北原山大饭店 补办喜宴 但最后结果就是事不成 所以不到一年就结束了这段婚姻 图善妮表示 这十年很多时间我是独处 这段婚姻让我感觉 我不是个适合婚姻的人 我有太多想法 自我的理想要去完成 除非是一个了解我的男人 可以旁边支持我 但如果说她像台湾传统男性那样 要你去当辅助 在家当太太 那我没有办法接受 离婚后图善妮回台 定居台北线新电视 并往室内设计师方向发展 还专研保养品 手工皂等事业 直到2015年 图善妮才复出拍戏 首部作品便是和 寇世勋修杰凯搭档的军官情人 之后她还在初恋的情人 如果爱重来 等作品中都贡献了精彩的演技 图善妮当时在台湾是出了名的冰山美人 即便离了婚 她的受欢迎程度丝毫未见 当时最当红的台湾小生 富商小开 都追求过她 任何和她演过荧幕情侣的男明星 态度一致的反馈 她是一个拥有70%理性思维的女人 和她一起拍戏 基本上都可以处成陌生人 让人想追却不敢追 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极度理性的人 第二段感情让人更意想不到 2002年 图善妮认识一位自称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老板的 50岁男子 两人有交往 但是最后互欢而散 没有想到该男子持有图善妮的裸照 并且用以威胁图善妮 从而爆发了网络黑韩事件 而图善妮也马上委托律师提告 2017年 图善妮因在休士顿当地的试调中 被选为华裔观众喜爱的台湾女星 所以力腰参加了美国休士顿国际电影节 并且还获得了电视剧类女演员同奖 还在市政厅当着市长与议员的面 第一次用英文公开进行五分钟的演讲 还被四家电视台同步转播 迎来网友大赞是台湾之光 获得不少好评 活跃的表现让人再次将目光投向 成为已年过五十的美魔女 不过图善妮虽然演过许多知名电视剧 却从未拍过电影 为何会被美国第三大电影节 休士顿电影节相中呢 成为这届国际影展中唯一受邀的华人女星 据媒体报道 原来她过去主演的电视剧 在美国DVD市场热播 在休士顿当地的试调中 被票选为华裔观众喜爱的台湾女星 还因此受邀参与电影《英雄之星2》拍摄 客串高阶女警官的角色 在记者会上 图善妮高兴地表示 此次休士顿之旅给她带来了许多惊喜与难忘 除了感到意外 图善妮也感到非常荣幸与感动 她非常感激粉丝与当地民众的支持 并表示这些支持与鼓励 将成为她继续演绎事业的动力 在此后的行程中 图善妮将与四位来自台湾的导演会面 她表示 此次影展汇集了全世界的影视精英 是个非常好的观摩与学习的机会 她希望能通过她的努力 让全世界更多关注台湾的电影产业 早前图善妮分享过一张她妈妈的照片 没有想到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 图善妮的妈妈已经81岁 但完全看不出年龄 图善妮开玩笑地说 妈妈平时不太保养 才是有不老基因的人 同样年过50的她 依旧是公认的动灵美女 被问到怎么保养时 她表示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太保养 皮肤比较粗 像男生 透露直到这两年才开始研究保养品 并自制磨砂膏 为此她自信满满地说 我现在的皮肤比二十几岁的时候滑 图善妮认为让青春常住的秘密 就是多喝水 睡足觉 吃天然食物 不吃甜食 但最重要的就是 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年轻 健康向上的心 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老了 这才是青春常住的法宝 在这隐退的十年里 图善妮做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初她的人生没什么动力和目标 觉得不太有自信了 所以决定踏出步伐改变 她以过来人的口吻说着 那是她对生活有些茫然 也很惶恐 现在三十多岁 那不久是不是就要四十岁 五十岁 是不是就老了 就像每个年轻女孩一样 在正值青春年华时不断地繁荣 但真正到了那个岁数 其实一点也不可怕呀 并提醒年轻女孩们 不要把自己的青春花在过度的担心上 老了一定会后悔的 她认为有兴趣的东西会一直钻研 等到我需要知道的都足够了 会再转移目标 至今人保持单身的图善妮 谈到自己的感情观 以云淡风轻的口吻表示 其实追我的人不多 我自己也是有要求的 宁缺勿滥 她剖析自己是个容易分心的人 或许感情对她而言早已不那么重要 她也不再置信爱情 变成了不婚主义者 如今以五十五岁的图善妮 虽身边没人陪伴 却把单身的生活过得充实精彩 也期待她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